阅读服侍会 自闭症不是自闭 他们对世界感知的方法 跟我们也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们要学会 怎么跟他们相处 对 陈大宇自有家的感觉 我觉得陈大宇很棒 就是他不是教孩子说 你要正确的怎么说 而是他们知道他说不出来 所以他们就用 我来让你安心 周三晚间十点 精彩的对话 尽在阅读服侍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